事发当天您就很快就知道这个消息了是吧 我出差在外地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孩子除了这样的事情 给对方造成这么大的痛苦 我心里也非常的痛心 这些天我也是吃不下 吃不下睡不着 作为李青人的父亲 作为他的家长 反正我代表我代表我全家 又替孩子 向受网者这些家属 表示神神的全力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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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我来说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 我绝不袒护我的孩子 真的 我这件事换为思考 相信比心 我想非常理解受害者的心情 一样 一样 不过 我一定 尽我所能 尽我最大努力 尽心配合救治上主 真诚的 给受害者及家属 安慰和最大的富贵 对于孩子的教育 作为父亲 我没有做好 我真的很同心 很内疚 也非常的惭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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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